大馬路邊 一名外送員失控大暴走 與男子牛大成一團 外送員突然抽出黑色球棒 朝男子頭部猛打 男子著急到倒臥路邊動彈不得 外送員仍不肯罷休 再朝他狠敲一棒 受傷男子女性友人 還試圖阻擋外送員攻擊 打完人 敲完聲 隨機壓車過彎 揚長而去 離譜打客人事件 就發生在六日中午 桃園南平路某連鎖要居前 裝信外送員疑似 與顧客因取餐地點溝通不良 送錯地點爆發衝突 警方鎖定車牌追氣 發現他早是關犯 在大馬路上與人扭打 裝信外送員兩年前送餐 就動手動腳 反昭壓制在地 這次倒是學壞了 隨身攜帶球棒增加戰力 警方半小時內便將該名外送員 棄捕倒案 成熊鬥狠的技能點得再慢 最後還是得在牢裡的媽 記者楊世絮桃園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您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